你 你 你 到了吗 我到了 好 你 你好 你不是那个明星吗 师傅 可以走了吗 可以可以 艾尔代价为您服务 你好 我叫 我叫 我去 我叫 我是一名代价 很多人说 我这个长相 应该去做明星的 咱们一定是没亲眼见过 真正的明星 长什么样 当演员做明星这事 我想都不敢想 他们每天要说那么多台词 就我这记性 别闹了 最近一年 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这不如夸张啊 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得了绝症 我对记不记名字这件事 充满了光雀 可奇怪的是 记忆的盲点 仅限于我的本名 也就是身份证的 户口本上登记的那两个字 我在网上 游戏里用的那些稀奇古怪 不中不息的假名字 却一个都没忘了 是 明台 梅长苏 李逍遥 郭靖 还有还有那个那个 易小川 这些我都看过 你记性真好 好啥呀 不管您说啊 我经常都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怎么会呢 我也不知道 这感觉就好像是 好像我的名字突然被人拖走了一样 你知道是谁拖的吗 那肯定是无名之辈呗 有没有名字 很不一样吧 那就应正而易了吧 要是名字对我很重要 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报警 我们这种人 有没有名字 不都一样这么活着吗 那您就不一样了吧 出来听个车 还要把车牌挡起来 哈哈哈哈 的确不一样 我几乎每天都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我的工作 是成为角色的替身 我用他们的名字来替换我自己的 许多人都说 演员的记性特别好 大段的台词张口就来 可戏里的话说多了 回头却常常忘了 自己要说什么 我能记住所有角色的名字 可在戏里用过的名字越多 就越容易把自己和角色等同起来 我分不清什么时候在演戏 什么时候在生活 我也不知道 究竟哪一个是他 哪一个又是我呢 或许这就是做演员和明星的代价 今天我运气太好了 能够体验一把 做明星的代价 什么感觉 特别不真实 我也觉得不真实 您也这么觉得啊 一会儿方便给我一个兔签吧 可以 你叫什么 我叫 我就 哎呦 哎呦 我去我 别吵了 我借你个名字吧 为期一年 一年后的今天 你把名字还给我 你别开玩笑吧 您说要把名字借给我 走吧 绿灯了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那天夜里真的就像一场梦 天亮之后 我拥有了一个很难被忘记的名字 虎哥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 网络 电视 报纸 广告 随处可见 我再也不用怀疑自己得了绝症 也不用担心名字会被别人偷走 那天他还送了一本书 我一直待在身上 书里签了我们共同的名字 虎哥 这两个字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可不知不觉 归还的日子 却越来越近了 你身边评测 硝越过封的 亲 ASSAL ObrigO 祝他 哦 签了 你个人 你很受承诺 至少没有再把名字弄丢 现在不可能弄丢了 这么多人帮我记着这个名字呢 他们记得只是名字而已 当时我被偷的 不也就是个名字吗 我送你的那本书里说 猴子在偷走名字的时候 还会拿走一些其他的东西 好像是这么说的 对了 我一直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名字借给我 不是借 是还 之前是我偷了你的名字 什么 你是说 我的名字是你偷的 除了名字 我还拿走了你许多的东西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勇气 找回自己 重新开始 现在连同名字 全都还给你 中文字幕 欢迎订阅 请不订阅 咔咔咔咔 咔咔咔 这头头都沾了 怎么演啊 导演 没法演了 别跟了 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您这个喝了多少啊 好 花 后 去 唯有凯迪萨克 好 哦